也就是两组 就是我们把一个内钩和一个外钩 视为一组的话 就是把两组并成了一针 现在呢 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其实就是勾了四个长针的半针 大家看 勾针绕线 找到内 找到这个内钩 长针的地方 绕过两个线圈 好 不管它 勾针绕线 勾下面这个外钩 绕线出来 绕过两个线圈 三个线圈了 勾针上 不管它 接下来继续 绕过两个线圈 四个线圈了 还是不管它 继续 好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五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 拖过这五个线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把 第二 我们又勾好了第二组的 就是 把四针的 并成了一针 好 现在呢 给大家说一下吧 接下来呢 咱们都按照 这样的方法呢 来进行勾针 它其实呢 它的难点 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 首先呢 第一点 我们要找到 内钩长针 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 稍微的扯一下 大家看 外钩是很明显的 对吧 然后在它的旁边 是有一个内钩的 从里面下针 这样 调一下 这是一个内钩 还有就是呢 咱们 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把 按照规律 就是 对我来讲是 一个内钩 一个外钩 一个内钩 一个外钩 把这四针呢 并在了一起的 嗯 其实它也是比较有规律的 就是 我们 钩的时候呢 仍然是 在内钩上 钩内钩 在外钩上 钩外钩 不过就是 钩四针之后呢 咱们要把它 并在一起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次吧 我感觉我挺啰嗦的 其实 就是我们如果 勾正常的长针的话 四针并在一针的话 并成一针的话 也是这个勾法 这个 主要就是 勾成了内外钩 所以怕 大家 理解不了 再示范一次 勾针绕线 先来勾一个内钩 对我来讲 是先勾内钩啊 然后再来勾 外勾 绕过 前两个线圈 再勾 内勾 绕过 前两个线圈 再勾 外勾 绕过 前两个线圈 反正我们勾到最后呢 这个勾针上面 一定是五个线圈 才对的 一次性 脱过这五个线圈 这样的话呢 就又勾好了一组 再啰嗦一点吧 你看 对我来讲 我是先勾 内勾 内勾再勾 外勾的对吧 那大家如果第一针是外勾的话呢 那大家勾的就是 外勾内勾 外勾内勾 把这四针 并成了一针 那大家呢 按照这种规律来勾吧 咱们一直呢 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现在呢 我已经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组这样的四针并一针了 还剩最后一组 那这个呢 具体勾几组呢 它就是我们当初确定的 斜头的这个帧数处于四 就是需要并的 几组的这个数字 第二呢 也可以用这个呢 来验证一下 绕过两个线圈 再勾正绕线 开始勾外勾了 绕过两个线圈 然后做记号扣的这个 这也 咱们把它取下来 记号扣这一个辫子呢 它对应的是 两针 就是一个内勾 一个外勾 新手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慢一点 然后这一部分呢 多看几遍 五针对吧 一次性的 拖过这五个线圈 四针并成一针的这种花样呢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是 这两个 这两针 它并在了一起 就结在了一起嘛 这个样子 咱们不用做记号了 因为下面呢 我们就不用再收针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开始斜尾部分了 那斜尾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 内勾上勾内勾 外勾上勾外勾 对我来讲呢 第一针呢 就是一个内勾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外勾 下面内勾 外勾 外勾 好了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规律呢 咱们勾到最后 第五圈呢 最后一针勾完了 引拔结束 这个记号扣呢 我中间把它取下来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 鞋筒的部分 那这个 鞋筒呢 大家来看一下 它呢 是这样勾的 这样的雨林花 然后 这个雨林花呢 是 我们是先勾这样的 一排 一圈 大家看到没有 我把它给 掀开了 这样的V型花 然后在V型花的基础 之上呢 勾这样的雨林花的 我们这个 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大家看 这个V型花呢 是由两个长针来组成的 然后 两朵V型花之间的 间隔 两个辫子针 我们基本上呢 是按照这种规律 来勾的 同时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个V型花呢 勾的数量 一定要是偶数个 因为偶数个的话呢 才能够保证 我们这个 大家仔细地看 我们每一层 每一层的这个雨林花呢 它是 错开的 刚好错开的 就是 大家看 这最高的这一层 跟下面这一层 刚好是这样 错开的 不是直着下来的 这样更好看一些 那怎样保证是偶数个呢 就是大家呢 先按照这种规律呢 来勾 勾到 到最后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 我们可以 快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数一下 真数 如果是 刚好 不是偶数个 就是奇数个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 调整一下 就比方说 这种 微型花嘛 它按照规律来的话 中间呢 是间隔 两个变子针 我们呢 可以 间隔成 三个变子针 这样呢 来少勾一个 微型花 或者呢 中间间隔 一个变子针 多勾一个 微型花 这样来 好了 也啰嗦够了 现在要给大家 具体的示范一下 首先呢 立三个变子针 我这个线 拆过好几次了 立三个变子针之后呢 然后 在第一个 边子上面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 我们把最先立的 这三个边子针呢 它形成的 这个小立柱呢 也把它当作 一个长针 就是现在呢 相当于 我们已经勾好了 一个微型花了 勾完之后呢 立两个变子针 下面呢 间隔两个变子 在第三个变子里面呢 连续勾两个长针 来形成一个微型花 一 还在这一个变子里面 二 勾完之后呢 立两个变子针 下面 间隔两个变子 在第三个变子里面呢 勾两个长针 大家呢 注意找规律 然后呢 用自己能看得懂的文字呢 记下来 因为这个写字 有时候呢 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勾的 所以它不好以图解的形式呢 展现出来 三个了 继续 立两个变子针 勾针绕线 间隔两个变子 在第三个变子里面呢 勾一个 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那这一圈呢 我就完整的给大家示范一下 因为帧数也不多 立两个变子针 然后呢 间隔两针 第三个变子里面呢 我们勾两个长针 勾到斜头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 手劲呢 适当的 紧一点 因为斜头这个 它 一个变子针呢 站的宽度呢 要稍微的大一点 再立两个变子针 间隔两个变子 第三个变子里面呢 咱们勾一个 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现在呢 我 快勾到尾部了 所以我要数一下 看自己 大概呢 勾了几个了 大家不能到 最后一个 然后再来调整 它的数量 因为就 来不及了 我先来数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了 然后我按照规律呢 往前面 看一下 能够几个 这个是八个了 是吧 如果完全按照规律来的话 间隔两个变子 在这儿有一个 这是第九个 间隔两个变子 在这儿有一个 是第十个 然后 间隔两个变子 在这儿有一个 第十一个 而且大家注意 咱们这个是一个 V型花 对吧 那V型花呢 那我们 在这边勾的时候呢 这个V型花 最后这个V型花之间呢 也要间隔的有 两个变子的 所以我们最后一针呢 应该是勾到这里 我再来看一下 V型花 这儿有一个 刚才第几个了 刚才是八个是吧 那这儿有第九个 十个 第十一个 有十一个 那我可以把它调整成 十个 就是我接下来 在勾的时候呢 立两个变子针 我呢中间可以间隔成 三个变子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 当然大家呢 也可以少间隔一个 把它勾成十二个 我就是简单给大家 示范一下 这是第九个了 然后呢 我这个又是间隔了 三个变子 十个 我再来数一遍 一下子就忘了 一二三 四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那就是十个了 然后呢 这边 空了两个变子 刚好 立两个变子针 因为这两个V型花之间 也要空了有针嘛 立两个变子针 然后呢 引拔的位置 大家看清楚 我们不是在辫子里面 是在这两个长针 它的间隙 这个地方呢 来引拔结束的 这样呢 这样的小V型的花样呢 就够好了 大家呢 我再啰嗦一遍 大家给我的帧数呢 如果起真数不同的话 那这个呢 花样的个数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要呢 就是让它呢 形成偶数个就行了 现在呢 我们要在这种V型花样上面呢 勾雨林花 每个雨林花的勾法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呢 要看清楚 咱们也是要找到规律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吧 看这个 雨林花呢 它呢 实际上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每一部分呢 我们都勾了五个长针 刚才我立的这三个辫子针呢 它呢 视为一个长针 那接下来 大家看我下针的位置 勾针绕线 我们先调起来的是 V型花 左右 右边的这一个 这一个小栗柱 我们调起右边这个小栗柱的时候呢 大家看 我勾针的方向 是这样的 朝向什么 朝向斜头 这个方向 一 再勾四个吗 二 三 四 加上最先例的三个辫子针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五个长针 接下来 我们要在 V型花的 另一个立柱上面呢 勾五个长针 大家呢 要看一下 下针的位置 勾针绕线之后呢 我们要反一下 这样反一下 这样 来勾五个长针 三 三 四 五 好 这样呢 一朵 雨林花呢 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呢 它的具体勾法呢 并不难 主要就是 咱们也一定要 每次呢 都要反一下方向 我们在 这个V型花上 勾了雨林花之后呢 它接下来 这个V型花上呢 就不勾了 就是跳过一个V型花 在这个V型花上呢 我们要再勾一个雨林花 大家在勾的时候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 再指一下 大家看 我们勾 先勾的是V型花的 这边这个小立柱 右边的这个小立柱 勾的时候 大家看清楚 我们是 这边这个小立柱 勾的时候呢 勾针是这样插的 这样插入勾长针的 然后勾这边的 这个的时候呢 勾针是 这样插入的 只要学会了这一点 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勾针这样插入 我们来勾下一个 雨林花 一 二 就是勾五个长针 三 这里是 这里我当时 拉线的时候 拉得太松了 对吧 它 这个线呢 就特别长 所以 再勾一下 勾针上线 注意 插针的方向 这样 稍微的紧一点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这半边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再反一下 勾这个小立柱的时候呢 反一下 勾针绕线 我们是从这样 插针的 主要就是 学会这个插针的方向 一 二 三 四 五 好了 那第二朵 雨林花呢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间隔 一个 V型花 在下面这个呢 我们再来勾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勾的时候呢 勾针绕线 勾右边的时候呢 是这样插的 是这样插的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这半边勾好了 再勾另一个的时候呢 把这个鞋子这样 反一下 反一下之后呢 这样勾针绕线 就是刚插入这一针 有点别扭 这样插入进去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的话呢 又一朵雨林花呢 就勾好了 好下面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示范了 大家只要注意插针的地方呢 就可以了 而且你要注意我们是间隔一个 这样的V型花 在下面这一个里面呢 来勾那下面这一阵勾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大家看 插针就是这样的 从这个方向挑起来 针头冲鞋尾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反一下 从它的这个方向 挑起来 针头呢冲鞋头 这样 那大家呢按照这种规律呢 咱们把 这个雨林花呢 给勾完 现在呢 这个雨林花呢 我勾好了 雨林花勾的数量呢 就是 勾这个V型花 数量 它的二分之一 我当时勾了 十个V型花 对吧 那这个雨林花呢 就是有 五个 接下来的每一层呢 都是五个 大家如果勾着勾着 哎 少了 那就说明肯定有勾错的 就要拆掉 重来了 勾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引拔 引拔在哪里引拔呢 大家看这个 这是最后这个V型花 在它前面的这个 嗯 这个雨林花 在它前面这个V型花的中间 咱们引拔 咱们引拔结束 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开始勾 第二层 第二层呢 我们也是 要先勾 V型花 V型花呢 上下呢 都是一一对应的 大家看 这个是第一圈的V型花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再勾一个V型花 在它前面这个辫子这里 上下V型花对应 间隔两个辫子 那第二个V型花 勾在哪呢 大家看 这个雨林花 把它挡住了 我们 第二个呢 就是勾在 这个雨林花的中间 从中间下针 我们勾一个V型花 另两个辫子针 下面这个在哪呢 大家呢 把这个给打开 这样掀开 看到没有 在这儿呢 我们要从 这两个 放下来 我们要从 V型花的中间 插针进去 来勾一个 V型花 立两个辫子针 下一个V型花呢 就从雨林花的中间插入 它的规律 我们再从 仍然是把这个 稍微的往下 扯一下 再从下一个V型花的中间插入 我们勾 V型花 它的规律 它的规律就是呢 我们是 从雨林花的中间插入一次 再从V型花的中间插入一次 间隔的都是两个辫子针 还有一点就是 但是我们在第一圈勾这个V型花的时候呢 为了保证它是偶数个 咱们这两个V型花之间 间隔的不一定是两个辫子 对吧 但是我们勾第二圈的这样的V型花的时候呢 就不用管它了 我们都间隔成两个辫子 我们都间隔成两个辫子 把这个 往下面扯一下 找到这个V型花 中间插入 再勾一下 其实都是重复的动作 所以大家呢 找一下规律 间隔两个辫子 再从雨林花的中间插入 我们这一圈勾好之后呢 V型花呢 对我来讲 我第一圈是勾了十个 对吧 那这一圈勾好之后呢 一定也是十个 如果少了 就说明了有错误 大家呢 就拆掉 然后呢 再仔细的勾一遍 我说明了就会不会把这个 带你来说明了 我再来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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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从 最先勾着这个V形画的中间插入进去引拔 好这样呢 第二圈的V形画呢咱们就勾好了 我们现在数一下看和第一圈的帧数是不是一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帧 和第一圈是一样的这样就对了 因为呢有新手朋友呢可能勾着勾着中间不一定哪出错了 然后勾着就和第一圈的帧数不一样了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少帧吧 如果少帧的话呢 那这个雨林画呢就是越勾越少 那这个鞋桶部分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好现在呢我们开始勾下一圈的这个雨林画 就是我们是勾个V形画之后呢 在V形画上面要勾雨林画嘛 那这个雨林画呢 大家注意上下呢是要错开的 大家看 这一个V形画 这个V形画它下面没有对应雨林画对吧 所以我们呢这一圈呢就要在这个上面呢勾一个雨林画 然后 这一针呢就不勾 在这个上面勾一个雨林画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一错开的 勾雨林画的方法呢 和这一圈是一样的 就是雨林画勾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先立三个辨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我们仍然是 只要注意插针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这样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